一度吵得沸沸扬扬的影视明星范冰冰是帅案,终于尘埃落定,范冰冰被责立案器缴纳税款,至那金,罚款8亿语言,我们坚决支持的范冰冰被依法查处,这再次说明,某些明星靠双脸换成特殊人物,试图一连弹,以知名度解决一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, 您是明星本是公众人物,一言一行的是犯效力极大,但很遗憾的是,有些人不仅没有做到为人诗表,甚至铤而走险,是公事良俗为无物,将法律法归当而起,把自己当作了法外人物,在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,范冰冰的这个案例,希望能足以警醒的那些梦中人了,同时,我们也希望这次追缴行动, 不仅仅只是针对范冰冰的,而是一次面向所有影视明星,公平公开的普法行动,从网络传言看,还有个别影视明星的所作所为,并不在范冰冰之下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, 我们且等下一个,还需要提醒的是,前几年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,打着配合地方政府照赏影子的旗号,将刚性的税收规则当作了顺水人情,客观上使一些地方成了某些明星的避税天堂,扰乱了严肃的税务秩序, 这次责承对无锡有关税务部门的追责,也再次体现了税法的权威,我们对此也要赞扬,范冰冰就逃税事件致谢,对不起,我辜负了国家对我的培养范冰冰发布到写信, 对税务机关调查后,已把做出的一系列处罚决定,完全接受,将按照税务部门的最终处罚决定,筹措资金,不缴税款,缴纳罚款,致倾信权文最近一段时间,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痛苦,接受,进行了深刻的反思,反省,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羞慧,内疚,在这里我向大家诚勇道歉,长期以来,由于自己没有反省, 反正国家利益,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,在影片大轰炸和其他一些合同中,出现利用拆分合同等逃税问题,我深感羞愧,这些天在配合税务机关对我及我公司的税务检查中,我一直深刻反省,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应该遵纪手把,起到社会和行业的模范带头作用,不应在经济利益面前, 丧失自我约束,放松管理,以致违法失守 在此,我诚恳的向社会,向爱护关心我的朋友,以及大众,向国家税务机关道歉,对税务机关调查后,依法做出的一系列处罚决定 我完全接受,我将按照社务部门的最终处罚决定,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,筹措资金,不缴税款,缴能罚款 我从小喜欢艺术,又赶上了影视业蓬勃发展的好时机,在诸多前辈的提携和观众朋友的爱护下,假之自己的不断努力 这才在演艺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,作为一个演员,我常为自己能在世界舞台上,展示我国文化而自豪 并不以余力为此冲锋,可以说,我每一点成绩的取得,都离不开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,没有人民群众的爱护,就没有范冰冰 今天,我对自己的过错深感惶恐不安,我辜负了国家对我的培养 辜负了社会对我的信任,也辜负了影迷对我的喜爱 在此,我在此向大家诚恳道歉,请大家原谅 我相信,经过这次整顿,我会讲规矩,遵秩序,重责任,在保好的作品献给大家的同时 也要建议公司管理,守法精明,诚实守信,争作富有文化内涵的好公司 为全社会传播正能量,再次向社会,向一直支持我的影迷,向关爱我的朋友家人 真诚的说一句,对不起 范冰冰,2018年10月3日,腾讯新闻综合央视网新闻和人民日报报道 早前消息输入5月28日,崔永元爆料范冰冰车偷漏税,无息地税已介入调查 6月,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引发通知治理影视行业,天价片酬银洋合脱偷逃税等问题 7月下旬,范冰冰至今未发生消息人士,警方介入阴阳合同案